好 準備了 一 二 三 午後 兒子總會把媽媽 從床上抱起 移動到輪椅上 媽媽依偎在兒子身邊 看著窗外美景 就是幸福 54歲的陳女士 30年前罹患腦末瘤 20年前復發 當時為她手術的是 台中慈濟醫院 神經外科主任林英超 還沒聽到聲音 人會到就聽到聲音了 還好嗎 不好 最近還可以 變胖 有嗎 有嗎 我覺得沒有 精神不錯了 當時林英超在別家醫院服務 20年來陳女士 就一路跟著林醫師 多次病況危急 都是林英超不願意放棄 我媽媽的出床罐 她是唯一一個靠近她的 然後握著跟她說 妳要加油 有什麼問題 我一起面對 一起努力 那個時候小孩子都很小 她很辛苦 而且她遇到的事情 也不是一般人能夠面對 那她其實很堅強 怎麼樣 妳要說什麼 我愛你 病人就是這樣 一開始跟她有醫療關係 後面就變朋友 對我們來講也是一種很安慰 對陳女士一家人而言 林英超是治病的醫師 也是多年好友 甚至親如家人 這也是世病由輕 最好的寫照 大愛新聞 江英俊 廖學姓 劉博明 台中報導 這些妳要查看 彼女 小姐 報告